打赤柏背上满是刺青的男子 怕在黑色轎车车顶一顿狂敲猛打 紧接着化身跳跳虎在车顶上 不断用力跳 这还不够 男子更嚣张呛瞎 要跳最贵的车 男子不断叫嚣 不管旁人怎么劝说 就是不从车顶上下来 甚至对着一旁的监视器 大发雷霆 事发就在桃園中正路 一间百货公司的地下二楼停车场 二十七号下午两点多 这零三十一岁的胡姓男子 原本在百货公司从事餐饮工作 但才过四天就被以态度不佳为由 惨遭开除 因此心声不满 情绪失控 杂车泄愤 警方获报后立刻赶到现场 将闹事的胡姓男子压制在地 远警获报立即赶紧现场 强力将其压制送医治疗 后续通知到医院照顾 并被害人提出回损告诉 本所已依规定受理 还请侦办 据了解这名胡姓男子情绪失控 已经不是头一回 今年六月初 他才在桃園火车站站前商圈 打赤膊 站在马路中间不断咆哮 甚至挑衅殴打 路过民众 吓坏不少路人 没想到事隔四个月 又再度犯案 成了警方眼中的头痛人物 三连新闻 王毅的黄新城 十明记桃园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